詞曲 李宗盛 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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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在十幾二十年前 其實應該是二十幾三十年前 我曾經看過一部香港的小品電影 電影中的劇情提到 有一個導演在他未成名之前 就拍了一部實驗電影 那个实验电影的戏名很长的 叫做《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的心形是奇怪的漆黑一片,但仍感觉到你的柔头粉面》 当时我看完这一道的时候,我就心想 为什么这个编剧可以想到一个这么长的戏名呢 近这几年,我们发现以前在达拉斯教会牧羊的一个大学生 他的哥哥在香港成为了一个电影的编剧、导演和作家 出了好几本书,我发现他的书名都是很长的 其中一本的散文小品书的书名足够有28个字 就令我去想,是不是现在书名、戏名、够长成为了一个潮流 小想不到,今天我讲到的长题目 叫做《挑战你在新的一年所要追寻的目标》 这个应该是我讲这么久以来 比改一篇不怕生胃命、不怕改错名的题目更加长的港道题目 写完之后,我还发觉 其实《挑战你在新的一年所要追寻的目标》 其实年年的第一个主日的正道,这个名字都用得到的 其实本身这次港道里面有一个比较短的题目 不过我和Irene聊的时候就发觉 那个短的题目就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神秘感 没有什么惊喜 怕你一听到之后就倒转走 所以就为了设合今天港道的目标 就是希望大家在新一年立志的时候 能够接受你的教目 我向你发出的一个立志挑战 应用它在日常生活和属灵生命之上 所以我们今天的港道题目 就是《挑战你在新的一年所要追寻的目标》 希望弟兄姊妹,你听了这篇道的时候 不要随便一个听字 你真的试试想定心数 就去实践一下这个港道里面对你的挑战 希望你能够求神在2021年 帮助你,帮助你 能够去拥有今天在港道里面 挑战你要去拥有的那一份生命质素 很多时候我们在新的一年都会有立志 就是希望在这一年里面完成某些目标 就好像上星期五晚在生命小组里面 1月1日晚的生命小组聚会里面 你们跟我分享就是说 你也有不同的goals 包括了有些说要健康一点 做多些运动 有些就是说希望可以去学晓 如何训练门徒或者被人去训练 第三的有些就是说 我要好好地囚备我未来将会发生的婚礼 有些就说要好好地去训练好自己的狗 让它更加听话 期望在2021年年尾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如愿以上的实践你的志愿 但是在今天2021年第一个主日当中 作为你教目的我 就想在教会在2021年继续我们的年度主题 就是Rise of Skywalkers的大气候下 向大家发出一个立志的挑战 就是期望你能够在今年立志追寻合神心意的智慧 我对你的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在2021年的时候 你去求神帮助你得到合神心意的智慧 以至你在日常生活上能够活得更加出色 并且能够做一个爱神跟随神 满足到神要求的闻徒 大家有没有想过 智慧是智慧 合神心意的智慧究竟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在今天的讲道里面 我们会去查考四个问题 去找找四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 究竟什么是智慧? 就是智慧是什么? 第二件事就是 圣经里面说 究竟智慧对人是否重要 有什么重要呢? 第三 作为信徒的你和我 如何去运用智慧?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要找答案的就是 合神心意的智慧 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大家记得今天讲道的进路 第一是什么? 什么是智慧? 第二 就是圣经里面说 智慧对人是否重要 有没有用 如何重要 第三 就是所谓信徒的你和我 如何去运用智慧 第四 就是合神心意的智慧 究竟有什么特质 究竟是什么 才叫做合神心意的智慧 让我们一起来到低头祈祷 七天父 求父神你帮助我们 在2021年的时候 我们的立字 不单是说我们生命里面的 日常生活的立字 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 也都有立字 希望能够更加活出 合理心意的门徒人生 求宽神你帮助我们 在听到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 教导我们你的话语 帮助我们 Empower 我们 加力给我们 让圣灵对我们有血面有安慰 同时有读摘 有鼓励 我们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明治祈祷 好 衙门 我们刚才说过的第一个问题 究竟什么才是智慧 智慧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聊天 我们或多或少 有机会将知识和智慧 混为一谈 知识和智慧混为一谈 那就出事了 那时候我们先从我们日常生活中 用的字典来看看究竟智慧是什么 知识是什么 先看头影片 根据牛津字典里面来说 先看看knowledge 即知识 他说第一个 definition 知识就是一个人通过经验 或者教育所获得的事实 信息和技能 是对事物的理论 或实践的理解 就是你会看到 其实他是理解一些资讯 第二个解释是什么 在特定领域或者全部领域内 已知的事实和信息 即一些factual information 还有一个就是说 对通过事实或者环境情况的经验 所获得的认知或熟悉 所以其实你可以从字典的 definition 看到就是 知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对资讯的认知 但我们又看看 字典对智慧有什么定义 智慧呢 牛津字典里面 他就说 具有经验知识和良好判断力的质素 拥有明智的品质 即是有一个judgment call 你有良好判断力 还有就是说 对于运用经验知识 作出良好判断 有着合理的行动和决定 所以有人简单地来说 智慧就是经过审慎判断之后 能够合理地混用知识 所以大家应该留意到 知识和智慧的关系了 智慧就是经过审慎判断之后 合理地去混用那些知识 即是那些不同方面的资讯 所以你会发觉 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可能很容易吸收知识 对很多事情 他都有认知 但是如果他缺乏智慧 不懂得合理地 混用这些知识的话 就出现了 香港社会上 经常出现这个词 叫高分低能 所以我们人生 不仅是要追尋知识 我们要去智慧 经过审慎判断之后 合理地混用知识 所以我们要追尋智慧 当我们能够拥有智慧 晓得合理地混用知识的时候 对我们的生活是好的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 就能够因为有智慧 而事半功培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和我都知道 锋利的牛肉刀能够切肉忽君 切肉分骨 不过你切了个分骨都可以 一把锋利的牛肉刀能够切肉分骨 但是一个载牛的徒夫 都要有智慧 晓得在哪些位置 在桩子里 才能够有效地快速 把牛肉解体 切割成不同部分的牛肉 去卖给人做食物 同样一个厨师 都需要有智慧 晓得在什么时候 按着信文 还是逆文来切割牛肉 在什么时候 用什么合适的调味料 或者相应的烹调方法 来为大家煮出一个 美味的牛排餐 拥有智慧 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 其实 在圣经里面 也有说过 神是看重智慧 神都认为智慧 在你和我属神的人的生命里面 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智慧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去查考一下 在《新旧有圣经》里面 关于智慧的经文 大约在中文圣经里面 你会查到大约390段左右 那就摘录了以下两段的经文 给大家看看 圣经究竟讲智慧 重要还是不重要 看看以下来 什么时候读的两段经文 针言四章七至九节 《智慧为首》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 他就使你高升 怀抱智慧 他就使你尊名 他必将华官家在你头上 把官面交给你 传道书七章十九节 智慧使有智慧的人 比城中十个观赏更有能力 当然在圣经里面 讲智慧的经文有很多 不能进录 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 去将刚才提过的两段经文 仔细研究它上下文 但是你刚才从那个经文的字面 也已经看到 圣经是看重智慧 神是看重智慧 所以其实在圣经的其他书卷 也都不厌其犯 去多次强调智慧的重要性 和它的宝贵 尤其是在针言书 因为针言书 针言本身的意思就是 大有智慧的言语 针言书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 都强调了智慧的重要和宝贵 看看以下来的两段经文 针言三章十三至十五节 得智慧,得聪明的 这人变为有福 一切可喜爱的 都不足与比较 我智慧以灵命为居所 又尋得知识和谋略 圣经当中不单指指智慧 能够令到我们日常生活 变得更加好 就好像刚才我们看的 几段经文里所说 其实圣经也都告诉我们 神是喜悦熟神的人 服侍祂的人 生命里面有智慧 例如在士团转第六章里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服侍神的人最好是有智慧的 十二師徒叫眾們徒來 對他們說 我們撇下神的道 去管理飯食 願事不合宜的 所以弟兄們 當從你們中間 選出七個友好明星 被聖靈充滿 智慧充足的人 我們就派他們管理者事 但我們要專心 以祈禱 傳道為是 在這段記載裡面 我們看到 熟神的人 服侍神的人 应當被聖靈充滿 应當有智慧 而在其他新約圣经裡面 其實都有教導信徒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都應該擁有智慧 例如在哥羅西書 四章五節六節 這段經文裡面 保羅對著哥羅西教會的信徒 說四章五節 你們要愛惜光音 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 好想容易不調和 就可知道怎樣回答各人 大家留意 用智慧與外人交往英文翻譯出來 叫做 Conduct Yourself With Wisdom Conduct Yourself Conduct的希臘原文 叫做 Peripatio 它的意思其實是解釋Walk Behave 即是說信徒 要在行為上面有智慧 所以由上下文 其實我們看到 神是喜悦屬神的人 在外人 即未信的人面前的生活當中 都需要有智慧 神是喜悦屬神的人 生命上面 是有智慧的 所以你會看到 在聖經裡面 說出智慧 其實對人生 是大有疲益 但我們必須清楚明白一件事 剛才我們說過智慧是怎樣 是經過審神判斷之後 對一些知識作出合理的運用 若果我們對一些有智慧的知識有認知 但是卻沒有智慧 卻錯誤運用 是分分鐘會識得其反的 舉個上個星期發生的例子給你聽 這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對一些帶有智慧的知識有認知 不過我錯誤運用的時候 就很可能遭到我們上頭的責備 試圓上個星期 我兒子Eric突然跟我說很開心 我發覺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來應用一句很有智慧的說話 那句智慧的說話是甚麼呢 Eric說出來的英文 他說 One person's trash is another person's treasure 就是說一個人的垃圾 對另一個人來說很可能是一個寶藏 我覺得這句說話是真的有智慧的道理 原因是為甚麼呢 上個星期 Ernest就在一個社交應用程式上看到 有一個住在我們區的一個屋主 那個屋主就因為自從居家令 要在家裡做工 他就想換一張大一點的書桌 所以就把他家裡那張 因為IKEA用80元買回來的 小張一點的書桌 新速的 就不要了 因為家裡沒有位置 所以他就在社交應用程式上登了出來 就免費被人拿了 因為Ernest就知道我家裡 近來我們一直都在想 在我們小小的home office裡面 多加一張桌子 那時候給Eric用也好 晚上給我轉身走過去砌模型也好 所以Ernest就幫我們聯絡屋主 讓我們能夠去到屋主家裡 免費地把那張非常新正的IKEA書桌 就搬回家 那豈不是真的印證了 對於屋主是垃圾的那張書桌 對我來說就真的是一個寶藏 很適合我們的home office裡面用 你看到這句話了 真的 一個人的垃圾對另一個人來說 是一個寶藏 是有智慧的說話 但問題是兒子想怎樣錯誤應用呢 他跟我說 爸爸 既然一個人的垃圾是其他人的寶藏 我把書桌亂到七彩 那麼多垃圾在上面 我都不收拾了 我亦都不會去收拾了 他這樣錯誤地 應用一句對的智慧之言 所招致的就是他上頭 即是他爸爸我 對他所發的烈怒 只是開玩笑而已 沒有罵他、沒有打他 我只不過笑口時時對著他說 你還想死 這時候弟兄姐妹有沒有看到 也就是說有一些有智慧的知識 我們已經知道了 但是我們錯誤去運用 是反而會自焦麻煩、自討苦吃 尤其是若果基督徒將一些本身 其實是合神心意的智慧 你錯誤地運用的話 分分鐘你會招惹神 對你的憤怒和懲罰 就好像譬如說 大家都有可能聽過 在傳道書裡面 有一些的教導 就是說兩個人比一個人好 人都好辦事 這個道理其實是來自 傳道書四章八節十節 請大家跟著 就是Macy一起中讀 傳道書四章八節到第十節 有人孤單無義 無恥無興 竟忙碌不識 眼目也不以錢財為足 他說 我牢牢碌碌碌 刻苦自己 不享福樂 到底是為誰呢 這也是虛空 是極重的勞苦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因為二人牢碌 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沒有別人扶起他來 這人就有禍了 傳道書這段經文說 就是一個人做到直劇 這樣沒有人跟你一起享受 其實是很無謂的 最好是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人多好辦事 就算你有牢碌成果收獲 有人跟你享受都是好事 所以這段聖經想說的 有一樣東西就是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人多好辦事 這是有智慧的道理 但是 若然作為神的跟隨者作為信徒 錯誤地去應用這句 有智慧的道理的時候 就分分鐘招惹神的懲罰和雜罵 就好像 你可能在教會裏面 就很喜歡傳道人A的 港道服侍 那你就決定運用 聖經裏面對的智慧 叫人多好辦事 你就錯誤地運用 怎樣呢? 你就在教會裏面 去籠絡那些 跟你一樣很喜歡傳道人A的 來到一起去敵擋 你不喜歡那個傳道人B 這樣的時候你就是錯誤地運用一些有智慧的道理 來在教會裏面 搞結黨 搞分門別類 搞小圈子 來分裂教會 若然是錯誤應用這些指轎的話 留意一下 哥林多前書第三章裏面的教訓 臨前第三章所記載的教訓 其實根據上下文是說 當時哥林多教會裏面 有些幼稚 被保羅稱為BB幼稚的信徒 屬於嬰孩 在教會裏面 搞分黨分門結派 令到教會分裂 看一看神 其實是多麼討厭這種自以為有智慧地 去錯誤應用一些對的道理 來在教會裏面分黨分派的人 神稱這些自以為有智慧的人 他們擁有的是什麼 叫屬世界的智慧 看看神對這些屬世界的智慧 是多麼討厭 哥林多前書三章十六至二十三節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電 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嗎 若有人毀壞神的電 神必要毀壞那人 因為神的電是聖的 這電就是你們 人不可自欺 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 視以為有智慧 倒不如變造與絕 好成為有智慧的 因這世界的智慧 再神看視與絕 如經上記著說 主叫有智慧的 終了自己的貴計 又說 主知道 既是屬基督的 基督又是屬神的 大家知道上下文說 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電 是說眾信徒所組成的教會 我們每一個加起來成為教會 這個教會就是聖靈的電 所以這裡說 誰破壞神的電 破壞教會就是那些分黨 來在教會引致不合一 引致分裂的那些人 所以你們看見聖經裡面說 神是對這些 在教會裡面搞分黨的人 是討厭的 是要作出懲罰的 所以在這段經文裡面 其實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就是說與神心意相違背的智慧 就被神稱為屬世界的智慧 同樣的 若然有一些人 將一些本身是對的道理知識 錯誤地運用 都被神稱為一個屬世界的智慧 所以聖經裡面說 當人嘗試用屬世界的智慧 在教會裡面 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時候 在教會裡面分門結黨的校場 就是得到神的懲罰 所以由此可見 作為信徒 我們必須要肯定 那些智慧是合神心意的 而那些合神心意的智慧 信徒 你要是有智慧地 按神心意來運用這些日常智慧 才會被稱為合神心意的智慧 明白嗎 即是你本身一個日常智慧是對的 你錯誤運用 就被神定性為屬世界的智慧 但是如果你能夠 是合而地運用這些日常智慧 這樣才是合神心意的智慧 所以今天正道 我們要探討第三個課題是甚麼 就是究竟信徒要怎樣運用智慧 答案就是剛才說的那一輪 就是甚麼呢 你要按神心意地 來運用日常的智慧 我記得有一位第二間教會的弟兄 就跟我有一個聊天裡有分享 他個人也很謙卑 但他在他自己的教會裡 其實也是小組的 在他那一年幾層裡面 都可以說是最熟靈的那個 又在教會教了很多年主義學 又也去讀神學 拿了一個兩年的讀書 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時 他很坦白地跟我承認 就是學了這麼多熟靈的知識 又是小教主一學 又是查經組長 又是小組組長 喀哩喀喀喀各樣 但他很謙卑地跟我分享 當他人生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都是沒有辦法 學習完全的倚靠 和信靠神 都是會靠自己 你會看到當我們對聖經 或者對神有很多的知識 但是生命上未曾有辦法 運用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未曾算是有合神心意的智慧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學了一些知識的時候 我們要懂得怎樣去運用 就是應用在我們生活出來 不要只是把那些知識 當是放在書架上面 Display show 給人看自己有多少書 但其實一本裡面的內容 你都未運用過 這樣就慘無謂 所以弟兄姊妹 so far 從講到開波到現在 大家應該清楚明白到 第一 智慧是什麼 智慧就是經過合宜的審慎判斷之後 作出合理的知識運用 我們怎樣去看到智慧重要呢 因為聖經多處告訴我們 智慧對人是重要的 神是喜悅屬神的人有智慧 而第三個信徒是要按神心意 來到去運用智慧 使之成為合神心意的智慧 我們必須要放棄屬世界的智慧 由此可見 神不只是想我們人生有日常智慧 如果我們應用錯誤 若果還要應用錯誤在屬靈上的時候 就隨時會類似 請聽一下以後下來三個例子 一個正面 一個負面 然後再來一個正面 是怎樣將日常智慧應用得合宜 第一個例子其實是在日常生活上去說的 在上兩個星期我在YouTube看了一個 是Steve Jobs 即是Apple的創辦人 在80年代所接受的一個訪問中 他講過 Apple的產品設計出發點 是由consumer experience 即是消費者的使用經驗來做開始的 即是說換言之 是就著人的喜好使用上方便來設計產品 當Apple將consumer experience的日常智慧應用得合宜的時候 Apple所設計出來的產品有多受歡迎 大家有目共度 所以你會看到這就是應用consumer experience 應用得合宜在日常生活當中 這個日常智慧應用得合宜的情況下 所帶來正面後果的例子 但是 若果我們將這個迎合世人口味的consumer experience的智慧 不假思索地塞在教會的崇拜裏面 令到教會的唱詩變成concert 是為了討理開心 若果講到裡面就是講人喜歡聽的說話為了討理開心 不是教導人怎樣去透過聖經認識神 唱詩敬拜的時候不是幫人專心敬拜神 只是讓你聽得過癮 就像去一個演唱會這樣的話 整件事就令到合神心意的崇拜 就變成了不是合神心意了 明白嗎? 所以若然我們將 這個就是說 若果我們錯誤地將日常智慧應用在屬靈時上 使之成為熟悉的智慧 那你就應該不會討臣喜悅 這就是錯誤應用日常智慧在屬靈上 來產生壞果效的負面例子 但是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其實我們都說過 若然日常智慧應用在屬靈時上應用得合而 一樣是帶來好處的 就好像我們若然能夠將consumer experience 這個日常智慧應用得合而在屬靈時上 都可以帶來好處的 例如舉例 譬如用講道來舉例 傳道人若果在他建構他的講章的時候 能夠從會眾他的視野和觀點 作為他的考慮因素之一 其實是能夠幫傳道人在寫講章的時候 更加深入體會到 Put the feet in the shoes 更加體會到會眾對生命中的掙扎和需要 然後就能夠更加幫助到這個傳道人 用一些信徒是日常顯淺易明的說話 來解釋聖經的道理 亦都能夠幫助這個傳道人 他說的道是更加貼地 但是亦都符合聖經原則 這樣才可以幫助信徒 能夠切實在日常生活中 應用到這些聖經教訓 以活出真道來經歷神 但是相反 若果他講的時候完全不想會眾 只是長期 若果是長期都是講一些 堅離地的神學思想 是信徒十世都不會去想的 其實你想想 他其實沒有復興到聖經對傳道裡面的要求 就像《聖經》《提摩太后書》裡面說 若果他經常都是這樣說一些 不切實際超堅離地的東西 這樣便沒有辦法用神所默示的聖經 來向信徒作出教訓 督摘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而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叫屬神的人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看到嗎?弟兄姊妹 所以其實單是剛才講到的例子裡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是需要用屬神的智慧合而地 按照聖經的原則來宣講成話語 但同時間我們要適合地使用日常智慧 幫助傳道人 能夠講出切合信徒日常生活 和屬靈生活上需要的正道 這樣才能夠幫人 認識神、敬畏神 活出一個合神心意的真門徒人生 大家看到嗎?我們應該怎樣的 是用合神心意的方式 來運用日常智慧 使之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智慧 上星期我有機會跟我神學院 教我廣道學的那位師傅 那位神學教授 廣道學教授通電話 當中他舉了一個現實生活例子 給我在牧羊工作上帶出一些提醒 一些鼓勵 那位師傅教授 其實在達勒斯的Mega Church 聚會已經有三十多年了 他看著這間教會 從世間不斷被神祝福 絕葬成長 創堂牧師本身是一個 識經、講道學的傳道人 甚麼意思呢? 他講道不只是講你喜歡聽的東西 他真的按照聖經的意思 去解釋聖經 讓你聽到的時候 不只是聽到一些好的建議 那麼簡單 是讓你真是明白 那段聖經究竟為甚麼 怎樣用合宜的解經程序 神學來緒來理解那段經文 那時候就令信徒 不只是聽到一些關於自己喜歡聽的東西 而是他真的能夠透過聖經來認識神 教授告訴我 這個創堂牧師近年退休 請了一個新的主任牧師 這個新的主任牧師是很年輕的 亦有很多不同的因事 不過在廣道上 我這位神學院裡面 教了廣道學的廣道學教授 就對這位新的主任牧師的廣道 有這樣的評價 他就說 這位是非常出色的 motivational speaker 但是他不是一個 識經廣道的傳道人 那教授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擔心 甚麼意思呢? 他擔心就是說 一個motivational speaker 說話的確可以很振奮人心 很吸引到人來去教會聚會 但一個不是 但一個不是識經廣道的傳道人 他在廣道的時間 其實不是在教導聖經的真正原意 信徒所得到的鼓勵 都是一些情緒上的起伏波動 就不是真正正正的 由聖經教導而來的改變 那你想清楚 現今的人生活多麼繁忙 有九千多樣的迷惑 你不相信 你看看 有多少個在我們 sheltered in place 居家令開始之後 你是加入了Disney Plus 你下手 現在因為Wonder Woman 84 你還要加入HBO Max 你的迷惑越來越多 很多時候 sheltered in place work from home 做事的時間更多了 變成很多人 其實在現在的時刻 反而是怎樣呢 每星期內 可能只有崇拜聽道的時間 他能夠有時間 專心地去聽神的話語 透過廣道 來認識神 認識神對我們的心意 以及認識 如何合而的 研讀 明白 理解 活出聖經 你想想 教授擔心 你每個星期都是一篇 不是適經廣道的motivational speech 遲下遲下就會令到教會有可能 信徒的屬靈生命 要麼就停滯不前 要麼就每下愈放 這就是我神學的 廣道學教授非常擔心的一個問題 所以也是 他提醒我 祖傳道人不是為了 要只是吸引人來 所以就用一些世界上覺得是吸引人的方法 而忽略了在講道當中 聖經的要求 就是要按正義分解真理的道理 來讓人 透過聖經來明白那段聖經真正的意思 認識神的屬性 以致人會對神產生敬畏 然後信服在神的掌權底下 願意在地上過一個聖結的生活 在地上的生活 來為耶穌基督作炎作剛 做一個討神喜悅的真門徒 所以鼎姐妹 有時候就算在教會裡面所發生的事情 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做就做了 但問題是 我們做那件事的背後的智慧 是會給神定性為屬世的智慧 還是定性為一個合神心意屬神的智慧 所以作為你的目者 我在2021年第一個主日的正道裡面 我想挑戰你的 就是希望你能夠立志 去追尋合神心意的智慧 大家留意 我是挑戰你去追尋合神心意的智慧 我沒有叫你去達成 如果你可以一年之內達成智慧的圓滿 你真是強 但我相信我們人生裡面 從現在這一刻到我們死的那一天 我們的智慧都不會圓滿 我們是不斷地學習 不斷地去追尋 所以我是鼓勵你 你要不斷地去追尋合神心意的智慧 兄姐妹 剛才說到其實我們都清楚說了 日常的智慧如果是合神心意的 它可以成為合神心意的智慧 但最重要的也是我們要按照合神心意 去運用這些智慧才是真正的合神心意的智慧 否則就變成熟世的智慧了 但除此之外 究竟圣經裡面說合神心意的智慧 我們是有什麼特別呢 有什麼特性呢 我們可以怎樣才能得到合神心意的智慧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講到最後一個研究的課題 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合神心意的智慧 是由認識神 敬畏神來開始的 請大家跟著我們一起重讀 以下下來這一節的經文針言九章十節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智慧者便是聰明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懂得這節經文 不過讓我們細心一點 再仔細研讀一下這一節的經文 這句記載在《針言》裡面的聖經 是屬於猶太人的智慧文學 是用智慧文學體裁所寫成的針言 講過了 針言就是有智慧的言語 這句說話裡面是 Synonymous Parallelism 即是同意平衡句 上下兩半、上下兩段 都是講同一個中心思想 就是說認識神、敬畏神 就是有智慧了 我們看一看 我由希伯來文翻譯出來的 這一節聖經英文是怎樣 是幫我們看得入少少的 《針言》九章十節 英文翻譯出來是怎樣的呢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is the fear of the Lord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One is understanding 先看第十節上 他說智慧的開端就是敬畏神 即是說在我們做任何的事情裏面 若我們曉得敬畏神 就可以被稱為誇進有智慧的門檻 但大家留意 敬畏 Fear這個詞 希伯來文叫做Irar 它的意思就是崇敬 高度的尊重 所以就是說 我們做人的時候 凡事若然是尊重 就是對神有高度的尊重 就是說你會尊重 你會尊重神對這件事的要求和評價 你就有智慧了 換言之就是說 我們做任何事的時候 我們都要因為敬畏神 而滿足神對這件事上的要求 滿足祂對這件事的評價 我們就有智慧了 這個就是十節上的意思 看看十節下 十節下有一個keyword 叫做understanding 希伯來文叫be now 希伯來文的聖經字典 裡面告訴我們 這個字的解釋叫做object of knowledge 認知的對象 所以整個十節下的意思就是說 關於那個自聖者的資訊、知識 就是你應該認知的對象 簡單來說 就是叫你去認識神 是不是 所以當我們深入理解 《志經文》的時候 《珍言九章十節》的成句的意思 就是說 當我們願意認識神 對神有敬畏的時候 就是我們擁有合神智慧的第一步 再簡單來說 看看投影片 追尋擁有合神心意的智慧 是由認識神和敬畏神開始的 再重複一次 成篇講到的重點就是這裡 就是期望你2021年的時候 你不斷去追尋合神心意的智慧 而你要有一個合神心意的智慧 就要由認識神和敬畏神來開始 一個合神心意的智慧 是一定有認識神和敬畏神的特質 弟兄姊妹 聲勢力竭地說完 挑戰你在新的一年 所有追尋的目標 就是要追尋合神心意的智慧 就是要認識神 敬畏神的時候 我們明白到這節經文的重點 就更加幫助我們 可以曉得如何活出這個教導 2021年的時候 如果你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立志追尋神的智慧 我給你三個應用的方法去選擇 最好全都做了 第一個當然就很簡單 你要應用聖經裡面所說的智慧 你要應用這篇講道的教訓 首先你就在聖經裡面學習 合神心意的智慧究竟包括了什麼 你翻查一下聖經裡面 新舊有聖經加起來 關於智慧的經文大概有390段 你可以先從聖經裡面講智慧的經文 用它來做日常靈修 如果你說是太散的 我鼓勵你 你試試用針言開始 你就用針言來做你日常靈修 但聽清楚 針言本身都是智慧的言語 它可以很短 但我挑戰你去做靈修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是投棄 你說我用針言書來做靈修 但我拜託你挑戰一下自己行設靈修 你不是一個星期就做一天 每次就是10秒 因為一節針言很短 讀一次你以為自己懂 那時候就無謂 你起碼挑戰自己在一個星期內 起碼做3、4、5、6、7次 你看到最終都是3 你做靈修的時候 你不要只水過阿輩讀它就算了 你要很細心地去咀嚼那句針言的意思 剛才就像我們譬如說 針言九章十節 《敬畏耶和》 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自聖者便是聰明 我們很多人都認識 但你有沒有像剛才那樣仔細地去思考 好了 你思考了 你要反思 你想想 我日常生活是否真的敬畏神呢 我做得對神的事 是否因為我真的敬畏神 還是我害怕其他東西呢 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在一個帳戶 有一個人就叫你去 喂 你幫我做假數 OK 我之後給你十萬元 你想清楚 如果你是敬畏神 因為聖經裡面說 你不應該受賄 所以你從最初就跟別人說不 因為你敬畏神 那就合理 但如果你是做了假數 被人捉了去坐牢 之後你害怕死 下一次說不 你就不是真的敬畏神 你是怕死 所以弟兄姊妹有時候你想想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說找男女朋友 我們說怎樣被金錢捆綁 我們說去買屋買樓買車 我們做出合神心意的行動背後 我們是真的敬畏神 還是因為我舔了東西 我失敗了 我尾其名敬畏神來這裡改過 還是怎樣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當你在聖經裡面找到有智慧的聖經 你去深入研讀 你再去深切的思考 立志去活出的時候 你生命就會有改變 如果你看了針言 那你就再去查一下 在聖經裡面其他關於智慧的經文 你繼續去靈修 不過我還是說那句 所以今天第一個應用 非常老土 但其實也很有挑戰性的 就是希望你能夠行徹地 在日常生活 由針言書開始去做靈修 但是你做靈修的時候 麻煩你用回聖經的合格 文學體材相關的現經方法來去理解 你不會自己看不明白 自己作些東西出來 你解了就算了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譬如看傳道書 你看傳道書關於智慧的經文 傳道書十章二節裡面說 智慧人的心居又 愚昧人的心居了 這是智慧文學來的 你看完的時候又不是很明白 不斷摸摸摸 我的心在左邊 即是我是愚昧人 那我一輩子都不用追求不智慧了 你就放棄了 那你就浪費了 所以你一定要認真地 按照那些經文的文學體材 用相關合宜的釋經邏輯 來好好理解 再去深入反思 立志活出這個智慧經文 帶給你的教訓 明白嗎 所以這個不是簡單的 你要行常的 OK 用心來透過先由針言書開始 來去研讀聖經裡面關於智慧經文 來去明白 發神想你如何活出一個土神喜悦的人生 這是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就是 你想想你自己在日常做事上面 你對自己的行為作出檢視 就是說你所做的事 背後的智慧會給神定性為熟世的智慧 還是會給神定性為熟神合神心意的智慧 就像我們剛才舉的例子 你可以怕死所以去做神喜悅的事 你未必真的要敬畏神 那你要真的要鍛鍊到自己 就是未曾撞板之前 你是因為敬畏神而做對的事 那這個其實是很難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有人想買房子 有人想買房子 有人想買車 有人想結婚 有多可理去想這是否神的智慧 你想做就做 想做就去做 但是聖經中說 我們要學習凡事都要去敬畏神 這個才是智慧的開端 OK 剛才說知識的第一個應用裡面 就是由聖經中學習智慧經文 第二個這裡說智慧的 你做每一件事 你反思神思明辨一下 神對你做這件事背後的心態 原動力和智慧 會定性為熟世 還是熟神 好好地去反思一下 第三個應用就是怎樣呢 若果你覺得 求智慧這家東西 我少劣 少爛 不要怕 不要放棄 按照以下下來 這次的經文 行徹向神求 大家看一看 各書一章五節 聖經說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應當求那厚恥於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 主就必斥給他 根據上下文這裡所說的智慧 是說一些面對人生遭受百般試煉的時候 所需要的智慧 OK 但是這句聖經也能夠跟我們作出肯定 神是會回應我們向祂求智慧的祈求 所以領子妹 如果你覺得你不夠智慧 就行徹地向神求 你向神求的時候 你受到祂賜給你智慧 你又經歷神 你就對祂越來越敬畏 舉例 上幾個星期我不是說 Jawain有一次幫我 她幫她一個朋友跟我聊天 你記得嗎 她有很多信仰問題 你以為牧師各樣都會嗎 我又不像蘇sir那些那麼厲害 你有很多問題 之前可能真的沒有想過答案 她主導過來吃肉 但是怎樣 我們就求神給智慧 很妙的在整個對答 其實不只是一次 以往每次都是 當你發覺人生不夠智慧的時候 你向神求 譬如在這些跟人的信仰對待中 神就給智慧 我可以幫到人去理解 他的問題的精結所在 找到答案 甚至乎 不是我厲害的 因為那時候聖靈 Empower 給智慧我 那你想一下 當你這樣經歷神的幫助 是多麼多次數 又真實的時候 你怎會不服神呢 你服神的時候 你就越來越敬畏神 那你越敬畏祂的時候 你自然會聽祂說 你就多些認識祂 活出祂的話語 這是一個循環 因為你不走 第一步你永世就站在那裡 但你在去試的時候 你在去求智慧的時候 我相信神就會幫你 更加經歷祂 更加認識祂 更加晓得敬畏祂 對你的人就越來越有智慧 就是這樣 所以弟兄姊妹 這篇講到裡面 其實聽到這裡 你應該清楚知道 智慧就是經過 一個合疑的審神判斷之後 對知識作出合理的運用 聖經裡面說明 神是喜悅智慧 神覺得人屬祂的人 擁有智慧是好事 所以我們應該追尋智慧 智慧是重要的 第三樣東西 就是我們應該要按神的心意 來運用智慧 使之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智慧 放棄屬世的智慧 最後合神心意的智慧 是由認識神 敬畏神開始 一個被神稱為合神心意的智慧 是一定有敬畏神 有認識神的元素在裡面 這是我們挑戰你所擁有的生命質素 要去活出來 要去應用的三個方法 先說了 用針言來認真靈修 第二樣東西 就是去審視一下 我們人生裡面 每一個的細節行動 究竟神會定性他 是否合神心意的智慧 還是屬世的智慧 你自己是神聚的 最後一個是怎樣 求吧 向神求智慧 各位鼎姊妹 這個 就是2021年第一個主日 作為你教目的 就是我向你發出的挑戰 挑戰你在新的一年 所要追尋的目標 就是追尋合神心意的智慧人生 讓你一起得到幾多 七天父 我們開始的時候 可能每一年開始都有很多不同的立志 但是求父神幫助我們 我們的立志包含了 你喜悅我們所擁有的生命質素 就是求父神 你幫助Skywalk的弟兄姊妹 幫助聽這篇道的弟兄姊妹 他們體會到神體重重要的智慧 神體重我們 幫助我們 學習如何去追尋一個 擁有合神心意智慧的人生 以致我們土神起語 地上也能夠更多的經歷神 也能夠將屬神的福分帶給身邊的人 我們討告奉靠耶穌基督明治祈禱 阿門